记录健康 卫生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台湾近视的盛行率 高居全球之冠 近年来3C产品的使用 导致近视恶化 成年人提早老化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事例回复这个议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 是哈佛眼科诊所院长 吕俊仙 吕医师 大家好 我是哈佛眼科 吕俊仙 医师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 是联合报医药组记者 杨兴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提到这个近视呢 相信台湾在座 甚至包含我们各位 很多人都有近视的 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先来看 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假性近视 最常见的治疗方法 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戴眼镜 第二个是点散同镜 第三个是戴角膜塑形片 我们先来问葵葵 你觉得正确答案 到底是哪一个 我应该会选三 戴角膜塑形片 因为在我印象中 我有听说过 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如果有得到假性近视 就在睡觉的时候 会戴上一个 很像硬式的隐形眼镜 然后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在替他拔起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是三 三 那安安呢 我觉得应该是点散同镜 因为我觉得已经夹性近视了 如果再戴眼镜的话 会增加度数 所以就尽量不要再戴眼镜了 你想说有这样的困扰吗 没有 没有 小超的 我也是选二散同镜 因为我小时候 去眼科医师看医生的时候 他是点散同镜 所以你曾经有因为这样子 然后那个小孩子的时候 他帮你点散同镜 对 是 所以李医师 点散同镜跟带角膜塑形片 都有人选了 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正确的是二 点散同镜 因为塑形片 它只是一个短暂的 让你的角膜变形 所以角膜变形 你隔天也许用 用没有问题 在学校看得清楚 可是你的近视的这一个 真正的原因并没有改善 点散同镜 才有办法把结状机放松 所以我们近视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结状机 他没有办法放松 所以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 变成说他的结构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叫结状机 拿开以后我们的眼睛 其实在这个两侧 有个叫结状机 那结状机 主要的功能 这叫玻璃体 就我们讲那个 绯纹的位置 主要的功能就是 这个叫水晶体 水晶体 它其实并不是固定 一层不变的形状 它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当你结状机 在作用的时候 水晶体会变胖 都变瘦 那近视人 就是他水晶体变胖 变胖的结果 变成说 他的光线的折射 很快就会到 这个视网膜的前面 没有办法 在这个视网膜 黄斑的地方 那这个视网膜 所以你结状机 让它放松 结状机在这两侧 放松以后 这个水晶体会变薄 会恢复它比较 原来正常的位置 所以它的光线 就不会在前面就聚焦 它会比较后面去 就是它的成像 就会落在视网膜 那这样就比较能够 看得清楚 原来如此 所以原来 我们如果要治疗 这个假性近视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点 这个散场剂 也就是我们 这一题的这个答案 其实提到 这个假性近视 我们近年来 3C产品实用还蛮多的 甚至连幼稚园的小朋友 都有假性近视的问题 欣姐 是 之前就有一个案例 是幼稚园小朋友 然后他妈妈 每天都会下载 那个说故事的apps软体 用平板电脑 说故事给他听 那这样每天晚上 去看那个平板电脑 就他有一天上学的时候 上幼稚园的时候 就跟妈妈讲说 他的眼睛很痛 然后看不是很清楚 后来带去给医生看 才发现 他已经近视500度了 不过还好是假性近视 他大概治疗半年之后 就恢复正常了 其实提到这个假性近视 如果没有治疗 很多家长 甚至包含我自己 就是小时候 你在近视的时候 不知道说这是假性近视 然后就去配眼镜了 结果后来就变成真近视 你也有这样的经验 有啊 对啊 就是之前的时候 其实近视才150度 然后可是有点不太确定 自己近视几度 然后可能有点忘 然后我就直接跟 就是店员说 哇两百五十度了 就是然后引擎也就买了 两百五十度 然后事后呢 就真的一直都有两百五十度 就会不去了 对 然后我想请问 是不是就是戴错度数 然后自己的度数 近视也会加深 这样子 摄影师 对就刚刚讲的 因为一样 你不管是戴隐形眼镜 不管是戴这一个眼镜 眼镜是 你眼睛大概有 一点二公分 隐形眼镜是贴在角膜上 你让趋光改变 你的眼睛为了要适应 你这个新的趋光状况 它其实眼睛没那么长 可是为了让它 视网膜的成像能够清晰 它会自己往后长 会一直往后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说 这个近视的 这个眼镜 它眼睛很破 眼睛凸凸的 为什么 我们的眼睛后面 有七块骨头 眼窝 当你眼睛在长长的时候 它不会往后面去 为什么 它骨头它就往前长 所以高度近视的人 他眼睛拿掉 眼睛是凸的 我们都怪眼睛说 戴眼睛戴太久了 妈妈就骂你 戴眼睛戴太久 说变成把就 其实不是 因为你眼睛已经拉长 那后面一个墙挡住 你怎么会往后长 所以就往前 所以高度近视的人 往往是眼睛是凸的 原因在这里 原来这样还蛮有趣的一个话题 提到这个近视 我们现场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 亏亏的经验 你的近视是跟 921大地震有关 对 因为921大地震 那时候我还太过小 然后那一段时间 是非常长时间在停电 不断停电 但是学校功课还是得进行 所以我就是在 很昏暗的灯光下 点蜡烛 就是直接写功课 好可怜 对 可是没有办法 然后就因为长时间这样 所以那时候可能已经 假性近视 然后我并不知道 所以就这样子 也没有去看医生 然后也不知道原来 视力模糊 是什么样的事件 因为小朋友其实都不知道 也不敢跟妈妈讲 所以就这样持续了 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真的近视了 所以就是因为久而已 所以想要请问医师 就是在很昏暗的灯光下近视 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近视 看书就是容易近视 对啊 其实近视 刚刚我们讲 它带基因 环境 然后环境跟基因的互动 这个就是所谓的环境 环境最常见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长时间 第一个叫近距离 写功课一定是近距离 没错 因为很昏暗 你一定是长时间 所以你眼睛在过度使用 所以为什么说光线充足一点 你会比较不容易近视 原因也在这里 除了光线之外 其实是你把时间拉长 你如果光线比较充足 你功课写的可能比较快 所以你用这么近距离 看东西的时间就缩短 但是相对的 因为很暗 你看不完就乱写 又写了不好 又怕被骂 所以会把时间拉很长 所以你长时间近距离 这两个 两个叫危险因子 都一直在刺激 所以你眼睛就不断地 往近视一直在发展 对 所以呼难的灯光 不适合长时间的 看书写功课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小时候老师每次 耳其命命 你一定要在书桌底下 然后光线很冲突的地方 这样子 这这边我再加一点 书桌 其实这个 因为我们常常都喜欢 在书桌放个台灯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在治疗近视 你明明已经点了一个散瞳镜 你台灯其实很亮 很亮 很不舒服 对 所以我就说 如果OK的时候 因为台湾现在 自灯也很厉害 你去买那个立灯 给你的小朋友 在后方 上后方 比如说你是右撇子 就左后方来 你是左撇子 就右后方来 对 那以前我们都一定会打小 为什么用左手写字 其实不需要 其实左手也没什么不好 很多天才都是左手 如果它是左撇子 你就赶快用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右撇子 你又从右后方 就有阴影的 你写功课的时候 那个是有一个阴影 在那边 所以你从另外一个方向来 会比较舒服 提到这个小朋友写功课 欣姐我们还有一个教育部的统计 蛮有趣的 我们现在的小学生 有一半的人 都有进士的问题 对啊 教育部之前 一百年度就做一个统计 然后发现国中 还有国小学生 有一半以上 势力是不及格的 然后又以国小 国小大概就是 有一半的人 是势力不及格 到七十万 然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其实每五个 就有一个人进士 是 然后到国中高中 当然比例就会上升 国中就七成五 高中都到八成五 非常可怕的数据 是 吕医师到大学 是不是又更高了 对对对 大学 台湾的大学 可能将近九成 九成 有些学校可能都会 或者说有些班级 比如说那种 专门是演算的 那种数学 专门在做演算的 那种可能 因为它时间很长 所以台湾的 最大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基因 基因都没有被稀释掉 因为我们都是 龙配龙 凤凤凤这样 所以我们习惯 眼镜的找眼镜的 没有戴眼镜的 找没有戴眼镜的 其实你如果 以长久的 生物学观点来讲 掘把眼镜 应该在家 没有掘把眼镜 可是现在很难找 你要知道它原来 有没有近视 因为做过雷射 就好像没有近视 其实你要知道 它潜在是有没有近视 基因的稀释 可能几个Generation 是会有效果的 老实讲 应该会有 所以其实要 基因的稀释 现在在路上 要找到没近视 还真的很难 那常见的视力 回复方法 到底有哪一些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